23号下午仙剑寺官博发布图文结束有妙照 兵权炮喧嚣 众多网友高呼要把人气最高的喧嚣一脚 让老胡来视野 胡胡胳膊仙剑的呐喊从来没有停息过 一直以来都没敢细数 其实仙剑一已经陪伴了我们13年了 此图片来源于网络不知道为什么 越到临近悬角越是害怕 就像当时听到爱情公寓大电影的上映一样 可能自己内心是排斥这样轰轰烈烈去宣传的 也许是剥裂心到害怕人家 时代虚张声势消费情怀 这应该就是我最忍受不了的地方 从13年前一个上小学的孩子的视角去看这部剧 记住的是时代浪子李逍遥 女娲后人赵玲儿 刁蛮小姐林月如 刚毅非凡唐玉小宝 机灵古怪阿诺 无私书生刘靖元 此图片来源于网络13年之后 许许多多从无到有从有到无 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听到那首熟悉的旋律后的表情 如果非要说对这里变化的悸动 也就是从当年的感动变成了感慨 每一个小女孩在看到神仙姐姐刘亦菲的精灵美丽 都会不自觉带入情感 去幻想着灵儿和逍遥的完美结局 情到深处还蛮乱过盗眼设计的各种阻碍 讨历过灵儿身份 带给她的家国责任和羁绊 心疼过索妖她时差一点的绝望和放弃 震撼过最后付出生命的守护与成长 此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许当时我们看不懂什么叫爱情 也听不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里林月如的无奈 甚至于当时还曾排斥过这个人的无情插足 但也还是会在两人戏上末尸末网龄的时候 希望时间能够停止 也曾在月如终于放下架子狼吞火焰脏馒豆的时候 感到欣慰和心疼 更是在她毅然决然 离开这段不能平行的感情的时候 让自己的泪水随着她的天灵盖一起炸碎 此图片来源于网络想过无数次 如果永远不会再拍出这样的回忆 那就永远不遗忘去珍藏就好了 对于终于出现的她 也还是免不了满怀期待和憧憬